因为实在是发之不易 在我们中国大陆 是吧 要翻墙 要克服各种各样的困难 而且网络延迟特别的卡 所以我也是被逼无奈 才跑到这个位置 是吧 希望有更多的华人同胞 有更多心地善良的人 能够看到 能够注意到 这是武汉肺炎 所谓的冠状病毒 这是疫情的严重性 和我们本地人 生活的一个实际情况 现在整个武汉市 所有的交通枢纽 公共交通全部被停掉了 然后据说加油站 也停止加油了 然后呢 我不禁有几点疑问 比方说 你家里的亲人 有个什么高血压啊 心脏病啊 现在需要去医院 怎么去呢 打那个急救电话 120 各位可以试一下 根本就打不通 完全就打不通 一直是盲婴 再比方说 你怀疑自己是否染上了这次的武汉肺炎吧 你想去医院做一个那个诊断 你根本就去不了 你怎么去 医院人满为患 医生 他不叫你去挂号什么的 就排队 你排几个小时 可能都不搭理你 你本来没什么事的 你去排排队 可能就交错 然后 目前所有的一切情况就是 医疗 全部都瘫痪了 或者说混乱 混乱不堪 我很多内部的 在医院工作的朋友 给我反馈的信息就是 你进了医院 也就是给你打点消炎药 给你打点激素 说白了 然后一样也是等死 就是很赤裸裸的等死 你自个儿身体强壮 能扛过去 你就扛过去了 你扛不过去 也就挂掉了 然后最他妈搞笑的就是 有些疑似病例 实际上他可能就是 但是他们医疗系统 可能因为缺那个 什么病毒试纸 或者说因为他们 医疗资源跟不上 他就叫你回家自行隔离 我请问一下他妈的 这个地球上 还能找出第二个国家 是这么扯淡吗 不要说你 是不是疑似病例 哪怕是千分之一的 这个概率 肯定要对你进行 比较完善的一个 诊断和判断吧 怎么能随随便便 就叫你回家呢 万一你是 万一你是一个 超级病毒携带者 那不就等于说 政府公开的 或者说医疗单位部门 公开的将你 带着病毒回社区吗 进行交叉感染吗 作为一个个人 一个普通老百姓 你的医疗知识 你的隔离知识 再他妈牛逼 也比不上医院的 专业隔离吧 你整个地球 还能找出第二个国家 第二个政府 像这个样子搞吗 我眼下来到YouTube 发这个视频 我没有任何的目的 我只是觉得 人活着一辈子 是吧 有时候在必要的时候 你得说点真话 人的一生不可避免的 有的时候为了活下去 为了各种目的 你不得不去撒些话 说些假话 在某一刻 比方说眼下 我觉得有必要 掏心窝子摸着自个儿 良心 说点真话出来 现在的武汉市 就他妈的跟地狱一样 本来是从古至今 一个非常文明 孙中山当年 是吧 闹辛亥革命的时候 就从武汉市 开了第一枪 当时建议要把武汉市 建成像美国纽约一样的 现代化城市 现在呢 现在成什么样子了 你看到各种各样的 滑稽 搞笑 悲惨 时时刻刻 你都能从推特 或者说从一些网络渠道上 看到熟悉的街道 熟悉的口音 看到他们倒地死亡 或者说各种情况 那些悲剧 今天是大年 初一啊 本来是一个非常高兴 喜气的日子 这个时间段 但是眼下你觉得 我们武汉人民 或者说一个中国人 能高兴得起来吗 然后我希望 所有的海外华人 能够明白一点 我们中国人 起码 我 或者说我身边的同年人 二三十来岁的 八零后九零后 没有谁是傻逼 没有一个人被洗脑了 我们脑袋里清清楚楚 明白的不得了 像金灿荣那一批 也就忽悠一下 傻白甜 也就忽悠一下小朋友罢了 像我们都太他妈了解 这个国家是什么性质了 我们是没有办法 我们没有发生的渠道 我们没有能力 我们的身体是肉 是血肉 比不过钢筋子弹和坦克 我希望所有的 能看到我视频的海外华人同胞 帮帮我们 起码不需要你们花一分钱 也不需要你们干什么 无非用手指点一点 扩大一些曝光度 我也不靠这个东西赚钱吃饭 就希望制造一些舆论压力 让中国政府明白 你们不要逃避责任 跑到他妈的青海一个 了不拉实的地方 是吧 做做秀 什么指导疫情 你指导你妈逼呢 你把别人都当傻逼呢 我操你妈的 现在我们做人会换位思考吧 如果你现在你是武汉人 你生活在这个土地上 是吧 你在我们对位交换一下 你的亲人朋友 你熟悉的人 莫名其妙的染上病了 不是在他们不配合 是在他们完全没有办法 无奈的情况下 现在得不到医治 得不到确诊 只能活活的等待病痛的折磨 等待死亡 人他妈一生 命就一条就一次啊 死了就没了呀 而且眼下这个病毒 并不像官方宣传的 什么发热咳嗽 而且不发热不发烧 一样也可以传播 而且不光是通过口腔传播 病毒可以通过你的眼睛 都可以 这个已经是证实了的 很多内部的医疗工作人员 已经证实了这个情况 而且在封城的前半个月 一个月 返乡村运回去了 已经走了一两百万人了 他们怎么办 你怎么防 要把整个中国都给封住吗 与其这封那封的 你找干嘛去了 所以我希望 所有看到我视频的人 真的好好珍惜我 发这个视频 真的是太不容易了 我随时都是冒着 被抓到公安局派出所的风险 在这里就希望把一些真实的客观的情况告诉大家 我们老百姓真的是很无奈 并不是所有人都被洗脑了 我们也希望是吧 过上那种民主自由 开放 我们也希望不翻墙 就能上YouTube 上Twitter 但问题是根本就做不到 我们能怎样呢 是吧 高房价 高物价 通货膨胀 他们赵家人 出了任何问题 就捡我们老百姓的韭菜 捡羊毛 大家都看得血亮 你看我身边的朋友 同学 只要是有钱的 有能力的 能移民的 早他妈走了 谁都不傻 我们只是没有办法 希望大家帮帮我们 我们起码眼下 我们武汉人真的是 太需要国际舆论 国际社会的关注了 我们眼下真的是太无奈了 就两个字 无奈 来给他请不吝点赞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